我们让一个真正的观影者来说一下 剧场版他自己的观影 这部剧场版应该是令和里面 给你情绪这一块传达的最好的一个 无论是大蛇的那一天 阿宝那个眼镜被贯穿了 那一个嘶吼声 以及后面一九分离时面的那个场景 我觉得我是泪目的 而且我旁边的一些观众们都是哭的 就那个场景真的拍得很好 我想问一下林荫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 林荫是在白金的时候死的 因为当时他们拯救不了开明 林荫相当于是耗尽了自己全部的能力 用太阳把那个开一卡给救了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迟了 相当于没有阻止掉他这个召唤仪式 格里昂已经成功了 明黑王已经出来了 所以林荫被吸到空中的时候 被明黑王的本体直接给贯穿了 那我想问一下大蛇一开始出来了 受主角团这边有谁牺牲了吗 大蛇的时候格里昂没有直接杀掉所有人 但是在之后一个个夺去了国伴们的生命 第一个死的就是黑高 然后是进化老师 学长学姐不错老师 他是要折磨你 1.0抖住你的希望是不是 很粗很粗 这很可恋 格里昂他在开门的时候出来的是谁 应该就是明黑王的本体 因为这个地方相当于是直接失败了 就是蔚来是没有积极国王 就算吗 没有 他们三个合在一 这和气味完全不同的呀 三位是拯救二姐跟大姐的时候被杀掉的 然后大姐跟二姐才反水了 当然其实这个反水前提也是因为直接被格亮给抛弃掉 就是蔚来世界线的格里昂是被明黑之王夺首了是吧 对 那我觉得他会抛弃 加特洛伯斯也合理啊 对不对 所以说后来他们就是去跟黎明哥一起战斗 我看到有些观众觉得未来的导泰狼情感转变太过于生硬 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不会觉得生硬 黎明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黎明去拯救了凯尼 然后黎明死掉相当于变上是凯尼导致着黎明的死亡 所以黎明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自己最早的梦想被舍弃了 从那个时候他就听不到凯尼人的声音了 开头的时候黎明的凯尼卡就在说 拜托请注意到我的声音 这个声音到后面阿宝是听得到的 但是黎明哥是听不到的 他心死了 不是也不存在阴谋 所以后面有一段阿宝跟黎明哥说 你忘记自己当时的初心吗 你不是把他当作伙伴吗 这个时候黎明哥才恍然想起自己当初的梦想 他是有一个走马的 此时此刻他才想起那份初心 他听见了开米的声音 他听见了黎明的声音 然后他跟小黄虫跟列车道歉 他说一直以来很抱歉 你们还愿意跟我并肩作战吗 这句话觉得很保太郎 如果他不是保太郎的话 那一段确实是声音 但是他是保太郎 他想起那个初心之后 他就应该立马转变过来 如果再花时间犹豫的话 那我觉得他就不是保太郎 首先电影时尚不允许 对 而且这样子会导致OOC 因为你都扛到现在了 你怎么可能还会在这种时间上去犹豫的 所以这地方他是很果蛋的跟凯宇们去道歉 凯宇们也跟他有互动 然后再变身的 然后就是关于戴果的那个演技问题 你怎么看待呢 我看了一声在日本有部分人就说 他最后鼓舞那段的时候 没有太过激情吗 这种感觉 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是受伤状态 你知道一个受伤状态的人 怎么去激情都喊出来 那喊不出来的 大河在黎明哥倒地的时候 他几乎是趴在地上 他就是真的起不来那种 而阿宝是还能去反抗一下的 而且我觉得 大河在爆发戏的那两段也很好 一段就是跟阿宝说 你懂我的什么东西 我们这里只有痛苦 没有未来 然后阿宝过来的时候 他过于乐观过于天真 尤其是家中过来是嘻嘻哈哈的那种感觉 而且黎明哥他并不知道 阿宝之后发生了什么 他也不知道他得到了白吉 得到了残红 他不知道 最关键是他把黎英给带过来 一看到黎英他整个人就 妈了 有get到有get到 如果想起来到TV里面 说那个酒堂黎英了 那就太死了 哦 舍不了 哦 对 黎明哥有两次阻止黎英去露气 第一次没有告诉黎英原因 所以黎英没有理他 然后他很着急 他当时受伤很严重 他立马就是冲过去 但是因为要抗不住要摔下来 然后被加剧魔给扶起来 加剧魔这帮说的宝太郎 也是很有生意的意乏 连加剧魔知道才是宝太郎了 后面第二次的时候 黎英问你不想让我去 你得告诉我原因 然后黎明哥才说出来 白晶英的时候 黎英也是这么告诉我 这次我也会跟你一起战斗 然后当着他的面死 黎英这一段 其实他是有很多的情感变化 但是他还是决定去 然后在阿宝的鼓励下 两个人下定决心去 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太过于犹豫的 因为黎英确实感觉到新的希望 但是后面去打葛亮的时候 大家又被碾压了 最主要的是 黎英可能又要当着他的面死 他脑海里那个梦言你知道吧 就一句话 黎明哥他很扛压 但是他不是圣人 他有自己的感情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看到了这个剧长版的故事构成之后 会不会觉得黎明哥才的 他回到过去的目的 或者说动机 包括他的人设会立不住呢 会不会有点OOC之类的感觉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大问题 会不会 首先不管阿宝这条线 有再多的变化 对黎明哥自己的世界线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他能够做到这个事情 其实就代表他已经麻木了 但是他看到阿宝新的未来 又会感到高兴 特难特思嘛 是不是 我懂我懂 黎明哥在全程 应该都是受伤的状态 然后他多次传送到过去 帮阿宝其实负担也是很大的 而且当时黎明哥决定 把点火器给小宝 更代表他麻木 你要知道点火器交出去 他其实就不可能再回到未来 继续战斗 他想寻死那种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 这地方大姐就明确说 他一直在寻找自己死的地方 所以他受伤严重 他也不会告诉其他人 他都是自己扛 扛压能力真的是拉满 所以在GARV的世界上 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GARV的男主不是人 所以说当时黑刚 就是因为已经虚落 他没办法把那个绳子给拨开来 GARV是直接用手 就是肉绳直接拨开 而且GARV的男主体数不错 上来是直接体数 起脸 然后直接击倒一个的 在后面去给老刚卵糖 口头禅就是说 这个糖就会变得很精神 然后变身的时候 他是那个衣服中间是拉开来的 这个腰带直接变出来的 上次告诉你 这个腰带是他的器官的一部分 他是整个腹部露出来吗 就腹部那一小块 而且被腰带盖住了 变身的时候的话 我感觉是蛮痛苦的 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很明显 他是有一点被控制的那种感觉 就不自然你知道吧 是糖一个是很前实 是不是有点烦的来的感觉 他有糖又病 对 一般巨糖版的变身特效 都不是完全的吧 好像要等到正式的再来看 这次我估计是完全的 因为这次连主演都公开了 以往主演是不公开的 而且最关键是 25号居然就是GARV的先行上映 会直接放两集 代表这两集已经拍完了 这次肯定是比以前要早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特效应该是完全的 而且特效没什么问题 特效的话类似于EA的那种效果 就是软 然后可以直接跳来跳去的 有弹性的 最后的必杀技 完全是01的风格了 一个骑士梯直接下来 会夜在剧场版就是一直打架吗 跟阿宝他们有什么互动之类的吗 会夜跟宝太阳他们有互动的 格亮直接就是开通了传送空间 把恐惧大军传到现代这个世界线 然后的话阿宝他们直接去救人外 然后大家在疑惑 这个到底是哪里来的空气 会夜过来直接告诉宝太龙 这是来自未来的空间 准确说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线的未来 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线 然后阿宝想起来 那个黎明哥的事情 阿宝说我要去帮助他 小明的话这边是 灰烟识变的时候 小明一个技能救了灰烟 然后把灰烟带到当时最早救他的场景 灰烟看到小明 他就是完全变成谜地了 说是DK的 是没指示 我有很多的话想跟你说 但是然后小明哥说 但是以前交到了朋友对不对 然后小明把灰烟的卡片给恢复了 而且强化了 变成那个DCD样式的凯迷卡片 对对对 小明给灰烟拍这张照片 你懂的就是重影的照片 然后把照片飞给个灰烟 灰烟觉得自己被认可 然后就说 我也不是当时那个小孩了 然后他说我是那个灰烟 最后加一句给我信号了 Oboard okay 最后变身召唤的四个骑士 那四个骑士是人气票选出来的 好像是 人气的前四名了 我是当周五的时候 我看第一场 当时大家不知道小明会回归 当DK的回归的时候 全场都傻掉了 你那场基本上做买的吧 就是买的 现在没国外有这种氛围 因为我那一看那种二次元相关的 那些电影的体验 就是觉得确实是没有人看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 我当时看那个海贼王 我和我朋友两段包场 是不是像冻黑宇宙的时候 现在是我一种 我觉得看电影的氛围 应该要多点人看的 还有就是你们知道那个吗 结尾的时候 家字幕那场花火大会 凑老师跟金花老师牵手了 不是 其实我觉得有点 乱点晕鸣脯的感觉 因为剧里面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向 所谓是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有没有 其实都行 但是大家确实想看 别忘了这是藏股穿鞋的 也行吧也行 19这边的话 因为有太阳凯米跟现代灵 说了的话 说谢谢你另一个我 宝太阳这边就由我来去支持他 一支带就交给你去支持了 阿宝知道未来先发生那些事情 说是很担心灵异的 然后灵异说没有关系 现在新的未来就是那个童话书 黎明哥穿越到过去 带着那个新的形态 跟太阳凯米去打一个黑网 然后这边灵异是主动邀请 阿宝去参加花火大会的 对是灵异主动 所以说TV世界间那个故事书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没有搞太懂 就是明黑之王逃到了过去是吧 他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黎明哥回到过去 所以相当于 林茵从小崇拜的那个人 就是宝太郎 我本来还以为会说是 这个世界间的宝太郎 然后这个闭环相当于 把这个东西在剧场版里解决掉了 也算是给T恶减轻一分压力了 这样子黎明哥后面 如果要回归的话也是OK的 因为那边的事件已经处理掉了 他只要去慢慢的恢复 那他过来帮助阿宝的话 也是完全OK的 他们那个世界已经被拯救了吗 对被拯救了 因为他后来就相当于是 回到过去把那个明黑王追过去干了 大马之后回去 慢慢的重建自己的世界 但是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 包括林茵也只能作为太阳凯米卡 继续跟随他身边 以后林茵能不能恢复的话 我估计是恢复不了 因为年龄百年大而已 除非你真的把北川吉利拉过来 不过大和确实跟他自己 妻子说的时候 那妻子说 为什么 我们再来我出去演一样 对 没有啊 各位参调一下欧子TV的结局 然后再结合一下10年之后 好不好 好好好 林茵哥是百分百回归 因为他有新的卡 这个卡还没有解禁 Tamago 是不是 我觉得的确有可能是Tamago 林茵哥的Tamago 因为也是两张卡 诶合理啊 他这样子 这很符合万代的尿性啊 最终到处还能够再出个换射版本 还是很合乎逻辑的换射版本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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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就被两个一起变成 crist 太阳龙 可以呦 太阳龙可以呦 我前两天也是听到了 很多不好的声音 但是听完旅言的一个理解之后 我也会放在夏琴 拿去等着半年 我只能说 这应该算是 我近年来最期待的一部剧场版 后续有机会 跟在座各位一起去看一看这部电影 好不好 好 好